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小单元最重要的是可更新的能源和不可更新的能源 这两种能源到底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 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这种能源被用完了能以很快的速度再次形成 我们称之为可更新的能源 可更新的能源是 可以被补充和再生的能源 能源被耗尽 用完了 能源被耗尽 用完了 得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形成 这种能源我们称之为 不可更新的能源不可更新的能源是 不可以被补充和再生的能源 同学们 你还记得在能的来源那个小单元 我们所学的九种能源吗? 现在让我们一起复习能的来源 能的来源有 太阳 食物 风 水 海浪 生物质 电池 化学软料 核子能 我们将把这九种能源分为两组 可更新的能源和 不可更新的能源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一一的看这九种能源 太阳是可更新的能源 太阳 通过太阳电池 把太阳的光能转换成电能 发电 太阳 取之不尽 用之不结 有源源的能量用不完 不会污染环境 太阳 太阳 只适合在阳光充足的地区 如 赤道 运作 会受天气 如 阴天 多云的天气 影响 不稳定 食物是可更新的能源 食物是可更新的能源 食物 各种活动和保暖 食物 能在短时间内就成长 能在短时间内就成长 形成能源 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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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转动风车 风车 再把动能转换成电能 风 发电 风 取之不尽 用之不结 只要有流动的空气 就能够转动风车 风 不污染环境 风 受风力的影响 所以不稳定 水是可更新的能源 水 水力发电站设在高处 利用水的势能 推动水轮 转换成动能 发电 水 水 水 取之不尽 用之不结 不会污染环境 水 设置水坝的费用庞大 也破坏生态的平衡 海浪是可更新的能源 海浪是可更新的能源 海浪 利用海浪的动能 推动 推动 推动温轮机 发电 海浪 取之不尽 取之不尽 用之不结 用之不结 不会污染环境 海浪 受海浪的威力影响 不稳定 生物质是可更新的能源 可更新的能源 燃烧 转换为热能 发电 生物质 取之不尽 用之不结 我们每天都会残留 很多的食物残渣 我们每天也会排泄和排移 所以生物质是 取之不尽 用之不结的 生物质 在燃烧生物质 发电时 会排出废气 污染空气 太阳 食物 风 水 海浪 生物质 都是 可更新的能源 这些能源都符合可更新能源的要素 可更新的能源是 可以被补充和再生的能源 核子能是 不可更新的能源 核子能利用原子核 分裂 去核 释放能量 来发电 核子能 核子能的核燃料 油 的原子核 分裂 续合 释放能量 来驱动 发电机 发电 核子能 核子能 提供大量的电能 核子能 在 燃烧 核 核 软 料 时 会排出 废气 污染 空气 核 软 料 也有 核 肤 射 会 危害 健康 核 软 料 耗 尽 后 需要 很 长 的 时间 才能 形成 电池 是 不可更新的能源 电池 储存在电池内部的化学物质 通过化学反应 把化学能转换为电能 电池 提供少量的电能 方便携带 电池 是有毒肺料 会污染环境 当电池中的化学物耗尽 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 形成 化学软料 是 不可更新的能源 煤 是 不可更新的能源 煤 是 埋在地底下的固体 软料 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 形成 石油和天然气是 不可更新的能源 石油 石油和天然气是 埋在地底下的 液体和气体燃料 它们需要经过压力和高温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后 才能够形成 化石燃料 化石燃料 燃烧化石燃料 释放热能 将化学能 转换为 热能 发电 化石燃料 提供大量的电能 化石燃料 排出 废气 污染 空气 需要 长时间 才能够 形成 核子能 电池 化石燃料 是 不可更新的能源 它们符合了 不可更新的能源的要素 不可更新的能源是 不可以被补充和再生的能源 我们知道不可更新的能源是不可以被补充和再生的 耗尽后就用完了 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形成 所以我们要明智的使用不可更新的能源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有哪些方法可以让我们明智的使用不可更新的能源 搭乘公共交通 响应共乘车计划 使用节能电器 使用节能电器 冷天不开冷气 明智的使用不可更新的能源可以 延长不可更新能源的使用期 减少能源的消耗 减少环境污染 节省开销 现在让我们一起总结今天所学的科学知识 能源可以说明智能源可以被补充和再生的能源 由太阳 有太阳 食物 风 水 海浪 大量 生物质 第二种不可更新的能源 不可以被补充和再生的能源 油 核子能 电池 化石燃料 煤石油天然气 明智的使用不可更新的能源 搭乘公共交通 响应共产车计划 使用节能电气 冷天不开冷气 这样能延长不可更新能源的使用期限 减少能源的消耗 减少环境污染 节省开销 同学们,今天的科学小课堂就到这里 你们都学会了吗?